來 在現任之前 可以確定的是12月份 在敘利亞北邊的美軍 要撤回來幾千人 那全球撤軍也是算 符合川普當時第一任 上台的時候他的一個承諾 我想問一下黃老師 你來看這個 拜登要走回歐巴馬的外交模式的話 他就是過往要重返亞太嘛 但川普他此刻 把美軍先撤回去的話 對於接手的拜登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這是一個美國下一任國防部 面對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川普趕在總統交接之前 他讓國防部長自己先交接 所以能夠跟拜登團隊交接的是新手 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這是拜登團隊 國防團隊第一大挑戰 第二大挑戰就是他在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有兩個是拜登可以 臨去秋波送給拜登 川普 川普送給拜登 最大的兩個頭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反不聽職業軍人的建議 硬把阿富汗的部隊撤走 這是一個 因為撤走並不表示你將來 不會要回去 不一定回得來 不一定回得來 不參議院那個共和黨的領袖反對 第二個就是伊朗他會不會動手 因為伊朗現在已經瀕臨完成核武 就是他可以 就是可以把核武實際上 實在化武器化 那如果川普剩下的一個多月 他這兩個動手的話 那個拜登整個交接團隊 只能眼巴巴的去再想 每天跟著他在寫我後面怎麼收攤 我們還沒有講到亞洲 印太地區都還沒談 不過這兩件事 彭斯跟McConnell都反對 可是你反對他要這麼做 他已經宣布了 阿富汗撤軍這件事情 阿富汗的神學士組織 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他已經有些做了 包括他發生這件事情 而且包括這個Find Asper 已經是正確 已經是發生的 撤軍是要錢的啦 那參議院就是不支持 他的預算不是新的預算 他是之前的預算 他還是現任啊 他就反對嘛 他已經出來表態他反對 這是川普能夠給拜登最大的難題了 川普最大 給拜登最大的難題 就是疫情他都不管嘛 但是如果就印太地區來講的話 基本上延續性很高啦 因為老實講 現在川普的印太戰略 他的前身 就是歐巴馬的重返亞洲 如果我們從中東再撤軍的話 你這些部隊不可能全部回美國本土 不過那個要先搞定伊朗 對啦 伊朗核協議他要先回去 對 大家都在擔心 國安會不會有一個空窗漏洞的時間 因為自己拜登也講說 你相信嗎 我現在根本也看不到什麼 簡報資料 我相信拜登很焦慮 他當然很焦慮 因為剛剛黃老師拿到一個重點 川普就已經 自己的國防部長先開除了 我要交接給拜登的國防所有的資料 是新的代理的部長 對 所以代理部長怎麼樣交接給拜登 代理部長自己都還沒搞清楚 業務狀況就這樣交接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是 所以就國防這一塊來講的話 雖然拜登的團隊 我剛好最近幾天很多視訊會議 他們說他們把所有的那個Binder都準備好了 就是一項一項 因為有很多老經驗的 現在傳聞最多的那個女的Michelle Flotnoy 她自己就是以前的次長 所以他們說他們把所有的那個交接checklist 都一卷一卷的準備好了 就是說一旦那個GSA簽發 說有預算可以開始交接程序 他們就會去跟國防部核對 另外還有小道消息 就是五角大廈裡面有一些人 已經在五角大廈之外 跟拜登的團隊有做報告 這個有一點點 不過12月14到1月20 這樣交接還不夠時間嗎 還有一個月 其實國安真的很不夠